我是刘明 台湾有一百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 我也是这一百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跨越障碍 展现才艺 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 时间会无情地往前走 却不会辜负持续努力的人 黄玉婷 六百功课的巴掌仙子 长大后立志成为轮椅上的哲学家 走过霸凌的阴影 第一志愿他选读哲学系 探索自己体悟人生 未来也希望用所学帮助他人 正成千 七岁时一场感冒发烧 让他昏迷了一个月 奇迹苏醒后 走路说话都得重头练过 他重新学习也学会接受 尽力豁出每一个精彩的片刻 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 介绍今天的两位主角 第一位是立志要成为轮椅上的哲学家 欢迎一婷 是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雨薛好 陈谦好 我叫一婷 这么礼貌啊 每一个都问候道 好 再来介绍呢 是画心动为行动的实践家 欢迎成千 大家好 观众好 是 今天哦 没有啊 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美女哦 她从歌手到演员 而且呢 还入团过戏剧的女配角 好 我们欢迎李宇轩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接下来就是三分钟的生命故事分享 玉婷先 二十八年前的这一天 玉婷的爸妈迎来六个月大 就集着暴躁的超级小女婴 她是八掌仙子啊 就是一个八掌而已啊 她出生大概爸爸手长这么大 那一般大概肚皮都透明的 那她的 其实很多器官都还没长成熟 从此妈妈顾不得家里的事业 带着玉婷尝试各种复健 应该说她从一岁就开始做复健 她复健不单单是医院 我们一个礼拜跑三昌 就大家拯救 反正只要人家觉得 哪一样对她比较有利 我们就都怕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复健 在黄金时期 算蛮积极地在做复健 阿滴 你帮我把那个拉过 家里也总是备有运动器材 连房间分配 妈妈也格外用心 让玉婷把复健当日常 其次是我想要让她走楼梯 走楼梯 因为你平常如果在一楼 你叫她说那你去楼梯复健 一定不可能 那你在楼上的话 她势必就是要上上下下 我也希望她跟正常人过的生活一样 这平凡的愿望 道尽为人父母的爱 因为玉婷知道爸爸也很爱她 她一定心里很知道 因为她做什么事情 我都非常支持她 有时候妈妈不支持她的 还是我支持她的 知道爸妈把自己握在手心里 好不容易拉拔长大 玉婷心里充满感谢 我觉得爸爸妈妈对我在复健的部分 还蛮严格的 所以其实对我现在来说 我觉得还蛮感谢他们的 就是生活自己都还不错 然后也可以自己到处开个轮椅到处走 玉婷把这一份感谢化作行动 准备考研究所 也尝试找工作 有机会也当志工回馈社会 我现在来帮忙 可以帮忙什么 今天你帮我弄一下发票整理 有时候是自己上网站 有一些就是朋友会发送给我 然后有一些就是高中老师 就是提供了机会 现在就只有去复帮忍受 面试就肝痛苦 叙事待发的人生 玉婷努力迎战 大家好我是华玉婷 今天很高兴来到大爱电视台 别看我现在营养很好 我出生只有600公克 是名副其实的八宅仙子 只有爸爸的手掌这么大 当时在保温侠住了四个月 出生时 被医生扯断为脑性麻痹和癫痫 在六岁的时候 我因为张力的关系 开了被蛇肌手术 九岁时开了两次的胯胯节手术 而这两次的手术 让我察觉以来 努力复健 扯果都化为泡营 这让我还蛮沮丧跟挫折的 后来 基于我努力不懈的努力复健 才有现在的成果 爸爸都把我搭成一般的小孩子 要养育 所以培养了我勇敢 乐观 结强 有不放弃的精神 对我来说 一直以来我都笔持着一个信念 什么都肯输 就是不肯输给想法 来完成所有的事情 在大学时 我自己规划了和朋友 三天两月的花莲旅行 从一开始的找住宿地点 到习程的规划 都是我一手包办 这让我了解到 原来 原来我要完成一件事情 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也让我各家间地儿 原来什么都可以输 就是不可以输给想法这个信念 在大学毕业时 我曾经参加义务张老师的培训 一周有三天 必须爬楼梯 三楼到四楼 这还蛮辛苦的 不过我内心却是很满足 我很开心的 因为我知道 我未来的目标 是想要成为一位心理师 我希望能拔助 害我过去 一样有类似纪念 或是对自己未来 感到迷惘的人 所以我希望 现在能多多培养 自己各多不同的能力 谢谢大家 哇 你讲得好好 你刚才有提到说 你有癫痫 万一在录影当中 很紧张癫痫发作的时候 那 程谦 你可以帮忙他做人工呼吸吗 一定可以的 那是错误的好不好 癫痫不是用人工呼吸 交瓜造错误的姿势 对嘛 好 那接下来轮到程谦 尽管下班回到家里 天色已暗 但只要生意上门 程谦总是很乐意地 当起妈妈的水饺配送员 除了好邻居 假日时 程谦还会送得更远 我只能做工程 我捡一送 然后帮人带去送 如果量大的 我会拿推车去 就要上班下班 我会上班下班 我妈是家里的一份子 如果有需要我妈 要帮忙做家事 洗米煮饭打理家里 尽管动作比较慢 程谦努力学习 会让我煮饭 但不会让我用到火 因为用火的话 会有危险 然后我有几次用火 锅子都黑掉 所以您都只在家里负责 煮饭和吃 大学念数位媒体系的成谦 正运用所学 替老妈协会剪辑活动影片 未来他也不排除 做一位称职的YouTuber 公车人 小岸台北海洋科技大学 当然还是有 但现在还是会先从现实面去 考虑我的生活 如果自己都会不保障 再谈什么理想也没用 尽管起步不易 但程谦勇敢逐梦 每一步都稳稳踏着 大家好 我是程谦 我是脑心麻痹 我是属于后天的 不是天生 这七岁以前 我能跑能跳能说话 这七岁那年 我感冒了 还记得当天 我跑出去玩 回到家后 洗个澡 伸个脚 起来准备吃药 人心就这样了 胸感紧松一起救 医生说要醒过来的 依靠奇迹 一次奇迹出现了 在我住进一个月的时间 我醒来了 但醒来的后遗症 当然风格少了 还记得当时我是没办法说话 走路都做的 一切都得依靠家人 我很爱自由 于是我喜欢尝试新鲜的事情 我就去做了事工 摄影 参与活动 挑战极限 这类的活动 我第一次踩脑马下领 就是脑性麻痹协会所办的 那时候也认识到协会的不同 我休息帮去做了事工 也很荣幸能担任协会的理事 很开心能用自己的能力 帮助到协会 我做了什么多事情 就是为了希望大家 可以感受到我们做的可以不一样 谢谢 我刚好像在看一个舞台剧里面 就是演员的独白的感觉 然后这个独白是在讲 他们的生命的故事 所以其实很被感动这样子 好 先问一下玉婷 你觉得脑性麻痹这样的一个障碍 最不方便的是什么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出去的时候 就是马路上有些起楼或者楼梯 就没办法让轮椅能够顺利地进出 无障碍空间 是 无障碍空间 那除此之外呢 你觉得坐在轮椅上还有什么不方便 我觉得还有时候 我交受到旁人的侧目 当别人看你的时候 对 你通常会怎么样 你就把眼光这样投踢下来吗 没有 我都会就是盯着她看 对 你也盯着她看 对 因为我有时候都会听到父母跟小孩说 你看那个姐姐或那个阿姨要坐轮椅 她一定是过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 就业障说或者是其他的说法的时候 就是我会觉得说 其实如果有机会 我们其实可以跟人家说 我们可能是早产导致脑性麻痹 所以才需要做轮椅 所以后来我有机会到学校去做特殊教育宣导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跟小朋友说这方面 然后看他们可以怎么样协助我们轮椅主 是 所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对不对 是 对 那程千呢 这些事情当然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假如我今天说了一句 无比 别人会听不太清楚 我是选择说第二次 如果她还是不清楚 还是第三次 直到她清楚为止 那会不会有人就会模仿你说话 比如说 程千 程千 你好 你在学校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应该常做这种恶作剧的事吧 在学校 在学校我走路那时候也没现在这么方便 然后就有同学来学我走路 但当时是我不知道这叫巴黎 你曾经为什么事情生气过 我以为是他们在跟我玩 所以楼是出来阻止 然后跟我道歉 他学我动作 没关系让他学 因为我知道时间都是一样的 我们共军管道 我之后先管我自己 你曾经为什么事情生气过 为什么事情生气过吗 有吗 这我还要想想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真的觉得很受伤的 就好像没有 这样好了 问一下玉婷 你们很熟吗 你报个料 对 他有没有什么是罩门或是地雷的 一碰到他之后他就 有吗 好像也都还好 对 他说体现还蛮好的 你才二十多岁 你已经有那种大师的境界 好好说 我米陀佛 好厉害 是 我觉得尤其是国中的阶段 就是那个小孩的年纪 就是要长大 还没长大 然后就刚好在那个尴尬点 所以其实刚才陈谦说到那个 学我走路或者是言语的一些霸凌 其实都有 所以其实你说这个 我相信你先就能感受到 面对网路霸凌这件事情 我之前也许就是我想说要回嘴 可是我可能做得不够好 就是说我的攻击性其实也蛮强的 因为我当时真的有被气到这样子 然后呢那时候就也有另外一个网友就讲说 我到处盯场啊然后我骂不得啊什么的 但是当下我也还是很挫耳 我就会觉得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需要被你们这样子骂 我只不过就是好好的演出了一个角色而已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骑士霸凌这块都需要再多了解 对啊然后大家真的都要有意识的去想到说自己的言语会不会不小心中伤到别人 对其实跟你们分享我觉得骑士啊真的是无所不在 不是只有身心障碍朋友的专利 你看啊有钱人会骑士没有钱的 然后呢长得漂亮的会骑士长得丑的 瘦子会骑士胖的对不对 真的这样甚至有时候肤色不同你看西方人就骑士黄皮肤 甚至黑色人种的人对但是呢既然骑士没办法完全消除 但是就要学习成千这样的一个境界 慢慢的有没有你能够百毒不清 刀枪不入对 完全没感受到他其实是被欺负了这样子 对啊对你说好厉害啊对脑性麻痹 所以虽然是辛苦但是我常说一句话 人只要往前走苦就会往后退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 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看到迈向儿立之年的 玉婷和成千走过年幼复健的辛苦 现正踏出步伐 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他们的勇气将为下一段节目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一年一度的全国地板滚球大赛 成千总是不愿错过 好热 做磨磨 這一場成千擔任藍隊隊長 丟出暖身的第一球 正式開始 紅隊一開始 就給了大難題 我們那麼沒角度 對 我很可 你不想撞嗎 我這邊只有什麼 你確定要我撞 我今天撞球手感非常不好 只要直進對手最接近目標球的範圍內 就得分 但顯然很不容易 這場冠亞軍爭霸賽 成千和隊友都卯足了勁 卻平吃敗仗 他很久沒來練了 因為他要工作啦 不能怪他 可是在比賽的上一個禮拜 他有來練習 不像我們每個禮拜都會來練習 所以他久久練習的話 我們就看出他的那個退步了 以前很好啊 他常常神來一求 常常救的那一局 儘管成千今天手感不佳 教練還是賦予重任 大夥盡了全力 最後還是沒能挽回頹勢 比賽結果 讓原本心心滿滿的成千 一度難以接受 你都沒有放棄 你真的很棒 不哭 不哭 不哭啦 哭啦 沒關係 哭完就沒事了 明天又是男子漢 好不好 好 不哭喔 所以我們這一局 就是紅貝兩分了 OK喔 可以喔 可以喔 謝謝你好棒 你很棒 真的到最後都沒有放棄 很棒很棒 好 謝謝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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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我跟著走 來我跟著走 很棒 很棒 同時間 玉婷也前來擔任計分志工 腦麻協會的投入 讓大家對他們明年的表現 依然寄予厚望 玉婷和陳千 都是腦麻歌唱班的創始成員 咦 這瀟灑開唱的 不是好久不見的情歌王子 王瑞瑜嗎 這五六年來 王瑞瑜風雨無阻 每個禮拜都來教唱歌 好 報告一個消息 就我們這一班呢 歌唱班呢 我們有兩位即將去上 大愛電視台的 圓夢大舞台 那我們非常開心呢 請到兩位 這一位呢 是很會唱歌的玉婷 一位 我們的諧星 我們的大使 我們這個陳千 那我們先為他們 歡呼一下好不好 老媽學員要完整 唱一首歌曲 並不容易 平均得比一般人 花上五到十倍的力氣 然後一開始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講話 我是聽不太懂的 後來我就覺得 有一種方法就是 先開始讓他們念歌詞 然後念歌詞以後 一段時間 發覺他們的中文進步了 講話我聽得懂了 陳千唱歌也是不簡單 因為一般人 唱不出來他的聲音 因為他永遠不在那個音符上面 他是很自由的 那玉婷是聲音很沙啞 很低沉的 所以兩個人湊在一塊 可能會病出火花出來 也不一定 但是我很期待 那天他能夠病出火花 那我們來聽聽看他們 男女隊唱好不好 好酷喔 我們來聽聽看 你們都不要唱 我們來聽聽看他們兩個人唱的 知道兩位學員 不只要開口唱 還要上電視去唱 王瑞瑜有耐心的領著他們 一句一句的練 词曲 李宗盛 我覺得如果就是沒辦法碰到面的話 可能就是用電話或者是 就是先找一個版本 那就是彼此先練習 然後把禮拜四到現場 可能在互相的在輪向 當我知道我自己的障礙在哪裡 修雙不足我也會努力去讓他做 直到我就盡力就好 不要太去在意別人說懂 好 陳真先唱 畢竟等一下唱 從決定曲目到登台 短短不到一周 當時有耳機之類的嘛 會 可以用耳機 那我就還好 對 就不要太擔心 好 陳真有心情嗎 有 從此 玉婷家處處有歌聲 你就是念著你 我是多麼想你 你可不要忘記 你棒很棒 你好定了 加油 來啊 加油 我對甜蜜回憶 你怎麼這麼想你 你可不要忘記 你可不要忘記 我還是多麼想你 你可不要忘記 你可不要忘記 明天就要上台了 我到現在都還不會唱 我明天真的有辦法上台表演嗎 一早來到電視台 兩位主角既期待又忐忑 你終於來了 我聽不進去 不要緊張 我跟你講你不要緊張 錄影當天王瑞瑜挪開了原本的鑰匙 特別來陪伴緊張的玉婷 瑞瑜老師在化妝間不斷地反覆叮嚀練習 並且還答應為他們現場伴奏 趕緊來看他們精彩的表演吧 不然地與你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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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與你相遇 其聖 segue 我愛氣 不是多麼想你 互需熟點涼意 我是多么想你 你更不要忘记 我是多么想你 更不要忘记 我是多么想你 你更不要忘记 恭喜你又恢复男儿生了 真的 你回来了 你喜欢当男生还是女生 我怎么不知不觉学起你说话 就好像有点歧视 好 你喜欢当男生还是当女生 当男生比较好 习惯了 是 那雨萱要不要针对 他们两位的歌唱 给他们一些 因为你也是歌手出身的 对 他们一些回馈 我刚刚就是都看到你们两个人 各自在对对方说话 然后那种对话的感觉很棒 然后我也很喜欢你们 有每个人的心情跟那个 就是层次都不同 然后很有感情 我觉得很感动 不知道雨萱有没有可能 也唱一小段歌 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不好 好 你赶快享受鼓励 天天想你 天天问自己 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哇 好棒 太棒 太棒了 是 来 问一下程谦 对 听说你有当过YouTuber 有 有 那你的内容是做什么 我基本上都是生活的 生活拍摄 那你希望透过你的影片 有没有想要传达什么 就是传达我们生长者 或许大家认同我们 只能在家 但我想做的就是颠覆大家的想法 我们可以做的 跟你们没什么不同 只是我们会比较不方便 只要对的方法 我们一样可以做得到 是 其实你说这就让我想到 有一次我带混账综艺团去军中表演 那表演完之后 那个长官跟我说 我看你们表演 颠覆我以往的那种刻板印象 他说之前我还在想说 跟你们说话 要不要小心翼翼 生怕说错的话可能会刺伤 或是得罪你们 但今天看你们 你们都拿自己的残杖开玩笑 对有时候比我们还过 所以其实有个很重要 跟身上朋友相处 真的是要平常心 而不要分别心 是 对不对 是 那另外我觉得你更特别的是 你是一种运动的选手之外 你还是裁判 对 地板滚球 对 为什么想要当裁判 我很有那个热忱 就想说去做一个帮忙 然后就去考裁判 直到青年是当了第二年 你是斜杠青年 算是 你算是斜杠 因为刚刚这样讲下来 你真的做了好多事情 然后我会觉得 虽然你会说很想要表达 你能做的跟其他人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其实你表达的更多 是你能做到的 比我们做到的更多 因为其实 对就是 我们可能手脚正常的人会觉得 有时候会被自己的心限制住 但是我觉得你们因为 就是资源不多 可是你们越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越是想要去表达 想要去做这些 你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很棒 而且我觉得成千真的是很热心 因为除了刚刚说的那些之外 你也是脑性麻痹协会的理事 也扮演着志工 去服务跟你相同脑性麻痹的朋友 对不对 你知道要迈向成功 热情是起步也是开始 好 问一下玉婷 为什么想要去读哲学系 哲学 就是哲学系的逻辑课也帮助我蛮多的 虽然我修而不怎么好 就是低空飞果 可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日后 可能表达或者思考或者是做事 都会有比较有调理 然后比较分离 我觉得你都会不断的让自己 进修精进 比如说你读完哲学系之后 你又去上了很多心理成长的课程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一开始我的动机 其实也是五星插六所造成的 那我就查过这些老师的过往的经验 然后资历 主要我是看那个照片 觉得老师还蛮可爱可爱可亲的 我就想好 那我就去试试看 可是其实我也有 有点很害怕 所以我就拉了我朋友一起去 所以我找了大概四五个朋友 所以我们就组一个照片 然后一起去上课 是 你选课 原来是看老师的颜值 对 如果雨仙是老师的话 你一定马上 对 我一直选他课 然后带了一堆人去 是 是 那不管是哲学系 甚至于心理成长的课程 应该对于你能够面对自己的残障 接受自己的残障 会有很大的帮助吧 对 的确 可是我觉得心理方面 就是帮助我会更多 就是哲学方面 你可能只是去思考说 背后的一些比较深层的意涵 比如说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别人 或者是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 我可以去反思 或者是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整件事情 我曾经在广播节目里面 访问一位政大心理系的教授 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位身脏朋友 组着双拐 后来我就问他说 对 你觉得念心理系 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他说了一句话 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他就说念心理系 对 是让我学会了 如何跟这一双拐杖和平相处 是 我觉得我也是 所以你现在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惨障 我觉得我读了心理系之后 就是我会回头去看 我过瓦杯霸凌的经验 或者是过瓦杯 路上路人 不友善野观的那些经验 然后我会 就是用不同的态度去面对 是 所以带给你一个很大的 内化的功能跟能力 对不对 是 我知道你现在呢 打算在考研究所明年 对不对 是 想要考什么系 心理辅导 成为心理师 对对 好棒耶 问一下成千 你对自己未来的一个心愿是什么 或是愿景 就是像我们这些生长者 我自己的心愿就是可以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生长者 让他们可以一起走出来 今天这次录影 你应该感触很深刻吧 是没错 今天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两位 然后听你们分享这些事情 其实真的带给我很大的能量 谢谢 而且呢我觉得一般人对身心障碍朋友 都会觉得是需要帮助的 可是你们两个当行有余力的时候 你们却愿意去帮助别人 从一个呢本来手心呢是向下的 不 向上的 现在变成手心向下去帮助别人 所以你们真的很棒 继续加油 好 下一段就是我们的圆梦计划了 好 好 谢谢雨萱 谢谢 在最后的半段 他们两个在对望的时候 曾经主动伸出手来 那雨萱也就回应她 也伸出手 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样子的默契 有这样子的这个 对这个歌的内容 有这样子的诠释 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 上一段节目中 婷玉和成谦有重量级老师的神救援 终于安全过关 下一段圆梦计划 他们会想做什么尝试 能不能成功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圆梦计划 好 雨萱先说一下 那你有什么梦想想要被圆的 我想要尝试攀岩 攀岩 对 我有去过一个场合是打漆弹 攀岩那种地方 可是我当时想要尝试 然后我爸妈觉得太危险 就不老实 所以这个梦想其实我发心里很久 然后想要借我这个机会来圆梦一下 然后想要借我这个机会来圆梦一下 我是想去做百月的爬山 百月爬山 对 你体力可以吗 可以的 我都在运动了 祝你们圆梦成功 好 谢谢 我要练我练 我练我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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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几天特訓後 玉婷指導北投運動中心 教練好 玉婷早 早 聽說你今天是想要來上攀 對 我想要演攀岩的夢想 好 那等一下我會先教你 我們攀岩的裝備要怎麼穿 鞋子越合腳越好施力 吊帶盡量穿高細緊 很緊很緊 合身 著裝完畢 攀登口令也有學問 一開始的時候你要說準備攀登 講一遍 準備攀登 教練 為什麼我要跟你說 我要準備攀登 因為有時候確保你的人 我可能剛好在跟女生聊天 在幹嘛 沒有注意力 那你講準備攀登 就是提醒我 說你已經要開始爬了 我的注意力要在你身上 然後做好我確保你的動作 教練果然實務經驗豐富 好 那我們要開始準備上攀 那你要講攀登口令 準備攀登 好 確保完成 開始攀登 好 請攀登 對 然後要看哪一邊比較多 像右邊石頭比較多 就盡量爬石頭多的地方 對 這邊 對 然後右邊可以攀登 像這種比較大 我們比較好抓的 對 踩住 對 很好 很好 然後左手上面那個比較大的那個 對 這個喔 這個 左手這一個會比較好撕力 對 然後腳要踩住 對 然後左手 對 抓住 然後用力 對 左腳要稍微用點力 好 很好 我不會跌這樣喔 不會 不會 我會拉住你 試了又試 似乎不得要領 但休息片刻後 羽婷繼續嘗試 所以你右腳要踩 對 我右腳要踩 對 然後蹭高 我右手要過去 對 對 我們都是這樣慢慢去推進 好 靠這個 好 靠腳把身體往上 你要用腳去感覺那個位置 對 因為有些地方會看不到 這對羽婷來說可真的是一大挑戰 我找不到腳 右腳 紅色那個一定要先踩住 對 再高一點點 對 兩隻手都要抓住 對 稍微幫你 對 稍微用點力 然後你的腳去踩住它 對 對 好 很好 很好 好 稍微 你看你稍微踩到 就可以稍微用力 有沒有 就往上 對 很好 漫長的五分鐘過去 羽婷似乎找到訣竅 終於踏上第一個石頭 有 好 很好 我找不到感覺 我只腳在找一點 對 就是腳要撐住 你才有辦法繼續往上移動 很好 好 不錯喔 慢慢往上移動 很厲害喔 對 對 對 目標就是那個洞 很好 好 如果很累 隨時都可以休息一下喔 早已經氣喘吁吁 玉婷沒有輕易喊停 感覺怎麼樣 好 好嫩 亮麗而為 要不要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我想要在紅色的那邊 為人生手攀設定了目標 玉婷繼續努力 再高一點 他再高一點比較好抓 右手再高一點 因為他腳比較好比我們一般人的力氣小 因為其實我們攀岩是比較依賴腳 對 他很厲害 他真的很厲害 對 再高一點 抓他上面一點更好抓 對 再往上 YES YEAH 好 達到你的目標喔 滿有挑戰性 感覺滿好的 可是過程只要花很多力氣 才有辦法把他自己在前進一步這樣 攀岩跟人生一樣好難 可是還是要勇敢的走下去 在淋漓的汗水中體悟人生 也更珍惜頻繁的擁有 好 放一下囉 對 腳再開 對 好 很好喔 很好喔 小心喔 不要讓自己撞到牆壁 好 到第二 好 可以 可以站得住嗎 可以站得住 還是要躺在地上 好 好 好 你在躺著 此刻應該很舒服了吧 好 好 回到地面上 真好 好冷喔 好冷喔 今天來到七星山 雖然下著雨 但我們還是要爬上去 風太大了 我們就不說這麼多了 我所有有兩位美女 這位是綠瓶 我倒是選美 然後這位是姐姐 一 二 三 姐姐 不要 我一定能夠 成千的自我挑戰 難度也不遑多讓 沒有在那麼冷的天氣 風那麼大 雨那麼大的天氣來爬 冬季的台北等不到晴天 寒風寫雨中 一行人套上雨衣出發去 你有看過七星山的影片嗎 沒有 前面人本公尺比較多 紅葉還有 好痛 還是會冷 只是也沒這麼冷 我跟手還是像雞仔冰一樣 整個是紅色的 紅色的 對啊 你是渡渡游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動這樣了 七星山海拔 一千一百二十公尺 是台北市第一高峰 山上東北季風呼呼作響 體感不到十度 好陡 好陡 只有沒爬過這麼陡的山 之前有爬一山 但不是一山 是下山 下山有扶梯 可以扶 比較不會這麼吃力 而且今天風小姐 所以更難爬 我一種冒險的 太氣甜了 你要小心 不理安全 好 我會很小心 越往上走 風雨越大 沿途幾乎沒有其他登山客 有點玉大公 你不要喝醋 耶 零點八了 真理事 耶 一半了耶 一半了 真的嗎 對 你還記得全長多少嗎 一半了 一半了 或許是完成了一半路程 離夢想更近了 開心的成千 有點大意疊了個焦 幸好沒有受傷 所以你其實爬山很辛苦對不對 對 你都還要特別哪裡要用地嗎 對 哪邊 有 還走嗎 還走 還走 加油 加油 要走嗎 可以 最後兩百公尺 成千 沒力氣了 但他堅持 就算用爬子 也要爬到登頂 在兩位友人 一路的陪伴扶持之下 歷經兩個多小時的齊隆公雨 成千 終於迎來這熱血的一刻 讓你先走 耶 我媽都很疲倦了 身心障礙者就是有點限制嘛 但是在成千的身上 你不會覺得他有把限制放在他的生命裡面 內心很溫暖然後非常的感動 我們成功了 然後尤其是看到成千 很努力地爬上去就是 就是有點想哭 因為太冷哭不出來 就希望可以自己 知道自己爬得越來越高 不管是人生了 還是其他職業上 希望可以看得更高一些 所以先走 誒